你这么漂亮 你这个岁数的时候 有没有碰见那种 就是叫拍婆子的 他那个环境里都是好人 就是上来跟你搭讪 追着你跑啊 肯定也有吧 同学吧 拍婆子我告诉你概念很准确 第一是生人之间 熟人不能算 第二呢一定是在公共场合 以一个不良少年的 姿态出现 你去了 你拿一本书戴着眼镜 说我给你弄的朋友 这都不算 去了就是 那女孩 我过去看我那个 胆大的拍婆子 你看那女孩好看 那女孩背一书包 过去以后 把书包一摘 往自个儿接上一块 女孩说你凭什么弄我书包 那时候还就 那时候那女孩都老实 现在肯定是抢包的 对不对 那时候没有人抢包 那女孩就上去给拽过来 又挂自个儿接上了 挂起来 几个合回 那么俩人就能说上话了吗 要调戏 能够说是调戏 但是很多女孩很喜欢这种 带有半强制性的 她就会跟你好起来 这个过去说好你怕难缠嘛 你缠着她 这叫拍婆子 你说那个时候挺有意思 我记得就是说 街头上一些个不良少年 是吧 他是怎么的 在校门口等着 就等着班里这个女生 其实我今天想起来也挺可乐的 她也不是什么打架斗 侮辱妇女 她谈不到 她等半天 这女孩吓得呀 就像要被非礼一样 就不敢走 就因为一伙小子在门口等着她 但是呢 真出去了就是干嘛呀 就把她堵了个墙角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女孩说你们干嘛呀 然后就说 你给我交朋友 我不跟你交朋友 你不交朋友就不能走 其实碰都没碰一下 最后你就是答应跟她交朋友 就放你回家了 就当时是那种气氛 我觉得挺有意思 不过咱们终于找着了这个文力认可的 这都不是18岁了 17岁 17岁的文力 好像混血 我就说当年 她让我想起那个东尼 我心目中我们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鲍尔克插金有一个女朋友 资产阶级小姐 你看有点吧 而且你看 你看从这个时候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真是文学 有点文学青年的 比较那个 对比较思考人生开始 对 对 而且文浩刚说的文力 也不一定是讲演戏的部分 是说做人 你说与人为善温暖 因为心中一团火 每个人都有 我那个火可能用在写作 可能用在其他的才能才华方面 可是作为一个人 我觉得眼睛骗不了人 没错 脑外说眼里面有个天使在跳舞 我觉得文力老师 我们第一次贫水商风见面 我还觉得看到天使 你看到这个善良温柔的善良 be kind 做个好人那个感觉出来 我在演艺界有一些蛮多朋友 文力老师是一个给我这样感觉 还有一个是谁呢 林青霞 青霞那个大明星嘛 可是那种善良啊 就在她眼睛 而且在声音 我记得有一次半夜 林青霞打给我 我们偶尔会聊聊天 然后他打来干嘛 刚好他打电话来的当天的下午 香港有个什么八卦周刊 爆了他一个乱七八糟的根本虚假的事情 然后他打来干嘛 他知道我跟八卦周刊那边的人是朋友 那个人 他是干嘛 不是请托我去叫人家别登 是什么 他可能心中我隐约觉得 他有点怀疑我 是我把话传了出去 人家是为了在他别墅面前 什么写什么这个那个 我绝对没有 我们朋友交朋友 不会做这种事 可是我最好玩是 听到青霞 林青霞那个电话里面的声音 他还是不敢把这个疑问讲出来 因为朋友之间 假如当我提问的时候 已经是一种攻击了 羞辱了 对我的时候羞辱 你怎么会怀疑我 怎样出去呢 我也听到他聊 可是那个语气之中 我就感觉到 我猜到 然后后来他还是没有问 那林青霞还是挂掉电话 我也挂掉电话 可是那个时候是 我没有生气 不会觉得说 林青霞怎么怀疑我 我是感受到他那种善良 甚至他 虽然他心中有怀疑 他最后还是保留住 不问 不伤害朋友的感情 我觉得文宁老师 那个你在我心中 开始取代林青霞 不能给他听到 还是我两个都要 我觉得你等一下我把电话给你 我半夜也打给你 你还真别说 我就是说这个眼睛 按说是就是说特俗的话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就在你的眼睛里看得出来 你看表面上你这个是个善人善相 但是呢你看 你看他的眼神 你注意看他眼神 我们的眼睛相比之下无光 他这个眼睛 你觉得就是心里有团火呀 把他的眼球烧望了的那种感觉 像两个灯 你觉不觉得你的眼睛里边 他这眼睛 我就好像上次跟咱 特系 哪个朋友 对我上次跟咱们哪个朋友说 我说你就看文烈的这个眼睛 就知道他心里是个热烈的人 他是你觉不觉得 他眼神上有这个热烈的东西 我都不敢看 我把眼神 我把眼神也聚光 而且呢你说 我给你们找点怀旧的 你看我自己还有呢 你们还记得吗 当年的大政电影 你看这是谁来着 章鱼 章鱼 你看这是哪一年 对我自己藏了很多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李秀明 李秀明 李秀明这个是 这个你肯定知道 王新刚 王新刚 这是当年的 你看这个就算时尚了 那个时候最时尚的角色 这个肯定知道了 刘晓晋 你看那个时候我是 这是初三四班 这是谁啊 这是老演员 这个是丛山嘛 丛山 对不对 你看 这个也是章鱼 张鱼 这个你记得吗 对 叫什么敏 是 你看 张敏 张敏 还有这个呢 这个是拍那个女排的电影 周小兰和谁的 对对对 和谁啊这个是 这个是潘红 潘红 潘红 那个是宫学吧 这个是宫学 这个宫学 这个宫学 周小兰 这就是当时中国最火的电影杂志 是是是是是是 后来你看 1982 嗯 你的偶像啊 我到台湾那个救赎摊上 我还买了两本了 当年你看差不多都是八十年代 台湾的电影杂志 哦 你的偶像 真善美 哎 林青霞 还有这 这宫子 你看 这个这个 这是谁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是谁 嘉辉肯定知道是谁 这个我讲不出名字 对一个香港 这个呢 江大伟嘛 江大伟对吧 思青高娃 思青高娃 骆驼翔子 对 骆驼翔子 这个你记得是谁吗 这也不记得 姜黎礼是不是叫 姜黎礼 姜黎礼 对对对 这些 那叫丁沛嘛 丁沛 李小龙的好朋友 李小龙死在他的床上 死在他的屋里 据是床上 因为收息嘛 收息 对对对 在他床上休息的时候 我最近还跟特区政府要求 把丁沛那个地方啊 保存下来 作为文化遗产 李小龙 顾骏 对不对 看见这些 马爷有什么怀旧之思 这是我觉得 我的记性很坏 怎么这些人 全都是到嘴边说不出来 然后呢 这个杂志 因为很熟了 你知道这杂志 最高的时候 发行量多大吗 这很清楚 因为当时他们有一个 我也拍过大众电影 你没有找到我那一期 哎呦 我没收集到 你得给我 都被买光 这个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时候呢 差大概差三两三万本就到一千万 一千万什么概念 天哪 他那个一千万呢 他不是一千万个人读 每本杂志 至少十个人读 就这个杂志 单位的杂志 都是传阅的嘛 所以那是 就是文化的一个爆发期 改革 你看82年 78年改革开放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 刚开始 你知道我88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 就是因为看这个 这个电影学院的招生 在这上面 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 电影学院招生呢 对于一个 完全跟这个圈子 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是一个自来水场的工人 是 然后就是看大众电影上面 登了这个电影学院招生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 电影叫招演员 是什么样的 所以就说来北京 没来过北京 说来北京来旅游一下 然后顺便体验一下 招演员 就是在大众电影上 那时候新的这个男的 大市场 男的永远割风底 你就跟那样 然后呢 这种奴隶大眼 就是典型的 就是中国传统的 那个大脸盘子 就是这种审美 你看他都是这路子 对 所以当时的审美 就现在这个 这个什么脸 我的那一期 应该是九五几年的 九几年的 九几年的 对 因为这个是在内地发行 这个跟香港 跟东南亚就不一样 你看 当时选的女演员 女明星 然后拍了镜头 民国味 你看他们的美白味 不是 我感觉是很妖媚 有点妖精下 要勾过来 所以当时这一本 还算是正经的 还有其他类似的给你看物 我们那个年轻时代 真的当作小本 叫黄叔来看他 买回家不敢带着 放在怎么带回家 塞在衣服里面 要上个厕所出来 然后看完还要从厕所的 后窗丢掉 然后怕被爸爸骂嘛 看黄色小说 后来我才发现 他收了一堆比我还慌 在床底了 所以不一样 在香港跟整个南洋 当时说南洋 东南亚 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像那个大众电影 每一个人的表情很阳刚嘛 阳光嘛 应该就是说往上很积极 你看这阳光嘛 阳光 阳光 那个时候当然也有青年人的苦恼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多有意思啊 你觉得表演有时代性吗 有啊 30年代那篇 那个拍电影的时候 都有典型特征 就是他说话速度慢 现在我们说话速度快 是被社会逼的 过去社会整个都慢 所以人都慢 慢条斯理的说话 听着老水先生的录音啊什么的 那说就在老北京的话 特别慢 就是我觉得信息量 大概是我们现在的三分之二 就是他达不到百分之百 我们现在说话速度 你相信我现在这说速度 都已经是非常快的 过去人没有这么速度快的 这么快说话是野蛮的 就是人看不上 那我应该好好改一个 你仔细想 30年代像马路片尺这样的片子里 那人说话是不是很满在台词 我现在觉得这个怀旧啊 你看就是他们这个18岁啊 就是好多人写文章啊 聊啊 包括这个冯小刚拍这个方华呀 好像都会 你会觉得到了某个岁数的人啊 他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 好像特美好 特别浪漫 他有那么样的一种那个记忆 包括你看江文拍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他觉得那个时候 在他的记忆里是阳光灿烂的 当然一个人就是个人头上一重天 我现在发现真是这样 就是说在你的回忆里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晴天 但是也许在当年夏牛棚的一个人 的回忆里 对他来讲 未见得那是一个多舒服的一个时候 我就觉得 人为什么会 回忆一个自己年轻的一个时候 然后还想的特别美好 特别浪漫 你知道 你比如有些 我现在就发现有些演员呢 实际上他是怎么说呢 他是不爱这个在外 就像你一样 也不上网 也不看电视 也不干什么 就陶醉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 你比如说张寒宇 对吧 这个寒宇老兄 我就发现 他就活在那个年代 就任何饭桌上 他都能自言自语啊 就不管你们聊什么 那时候 只要有一个人起个头 是吧 什么什么什么 马上他就接下去 就是你会发现啊 你说他是永远觉得 那个时候最有味儿 最过瘾 最好吗 对 那个时候相对比 今天的社会单纯 我们今天做事累 就累到这个社会复杂 你做一个事情 不管你做什么 我想他肯定 这个就有感触 你拍个电影 他不是你想拍个电影 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有一大堆子 就是游离于你 你这个事情本身的 然后你又不得不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就变得非常内心 我们年轻的时候很简单 就打架都很简单 打完了也很简单 打完了还能好 还能好 就是没 就他变得很简单 那今天你是这不可能的 而且今天呢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两个人看着很好 出门就说坏话 各种下半个 这就是很烦嘛 对不对 人是希望活得单纯 为什么你怀疑你 就怀念你小时候 小时候是单纯嘛 对吧 你一复杂了 就不愉快了 没有 也单纯 当然是一个 有时候怀旧是一种美学 而且怀旧在不同的年代的意义不一样 我看到现在 我们到一个年纪 怀旧理所当然 因为前面的路差不多了 你看到差不多 你要往回去 找回自己的坐标你的意义 我们怀旧是正常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二十来岁在怀旧 怀他十五岁的旧 怀他十月岁的旧 当然跟媒体有关 因为当怀旧变成一个美学 怀旧变成一种流行 变成甚至变成一种产业的时候 他们很年轻开始怀旧了 每一个九零后我们都知道 都说感慨自己老了 零零后来了 都说九零后开始生小孩了 开始做人头了 开始掉头发了 九零后有什么了不起 然后就怀旧了时间段 越来越压缩的短 那是说明社会变化快 有机会 你像你过去生活节奏缓慢的时候 你从小学到中学 这社会就没有变化 那你怀难闻的就 还有一种就是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 小字调的无病身影 现在孩子可会这个了 就是他本来没怀旧 因为大家都在怀旧 我不怀旧 显得我落伍 文立你觉得呢 你觉得就是 你那个十七八岁那个时候 你现在想起来 有一些特别美好的记忆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 我就是为什么 我就想到那张照片 就是在水校的那张照片 是因为我觉得 我真正觉得 我自己快乐的时候 是在三十岁以后 我在十几岁到三十岁之前 就是二十多岁 十几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都一直在 因为我是个双子座嘛 然后我就很纠结 我就都能感觉到两个自己在打架 然后一个自己觉得 人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觉得自己应该 人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 一个觉得这个是对的 就是特别冲突和矛盾 所以那张照片 我觉得挺能代表 我那个时期的 就是一直在做这些思考 我自己不明白自己到底 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后为什么活着 然后老是问自己一些很深刻的问题 但是又不能解决 然后自己就开始读各种的书 什么从什么 什么尼采到书本华到 然后就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来 结果读了一圈也没搞清楚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时期 其实反而是一个 就是青春的 但是呢是充满了那种 那种对世界的未知 然后又想了解这些世界 又想了解自己 然后一个悔涩的 我现在想想 我觉得所有人都觉得青春是灿烂的 是美好的 但我觉得外面是美好的 那么如花似玉满脸的胶原蛋白 但是内心里头 其实是困惑的 因为你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在三十岁之前 你要解决人生太多的问题 你的工作 你的婚姻 你的所有的东西 这些东西全部要在这个阶段把它解决 因为你到三十岁 如果还不出嫁 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老姑娘了 对 然后你到三十多岁要三十而立 你如果还没立的话 你又觉得你自己已经变成一个 有压力了 你就变成你就这个事业上 你就没有可能性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 既有外在的压力 又有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 和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种特别懵懵懂懂 尤其是我一个外乡人 一个小城市的人 到了北京 融入到那么一个 一个汪洋大海之中 然后真的是困惑迷失 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咱们俩一样 你知道我就跟你一样 就是因为我能欣赏别人的怀旧 我一直在 那天我有一个哥们还跟我说呢 你看你那个照片也是那样的 对 我他就他说啊 他说现在爱怀旧的人啊 是觉得现在活得不够好 就没有以前好 他说你要不爱怀旧呢 就说明你对你现在状况很满意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但是至少在我记忆当中 真的跟流行的叙述完全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看我那个这个照片 就阴郁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 我觉得小时候不快乐呀 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好 就现在最好 就我觉得我现在最好了 就是包括什么 他们讲什么 初恋的美好 好什么呀 我现在想起初恋 太吃亏了 你知道吗 就是傻的 你就完全不靠谱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 我不知道 对于女孩子 可能还有个青春量力 对于男孩子呢 比如说 你比如说 我想初中的时候 我看那个哲学书啊 我给自己起个笔名 叫什么拓生 就这么傻的开拓 就好像想在 人生的荆棘当中啊 找到生活的方向 实际有点像 一个小镇青年 你觉得吗 对对对 找不到生活的希望 对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的小时候 跟姜文啊 跟冯小刚他们 可能不一样 大概他们过得比我好吧 就是你看 他们那些记忆 好像有很多快乐的时分 我觉得我小时候 那就是比我厉害的 他就欺负我 对吧 然后呢 剩下的 我想达到的 我都达不到 想去一肚子空想 但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反而是到了 后来到了四五十岁 我觉得青州已过万重山 就是哎 什么事你都明白了 也知道 没有那么重要了 没有重要了 也知道这东西 怎么享受了 你现在想起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 比如说这个初恋 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女孩子 后来我发现 还不是我们同学了解她 那完全 那是傻吗 爱上的是一个 自己幻想当中的一个形象 就是 而且就是苦的 就是 他们觉得那叫纯洁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就是说 我拉她手 碰一下她的手 我就觉得犯罪 就有 就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有一次说 我们在那个校园里 就说这初恋 就说这个拥抱啊 这就是拥抱 拥抱一不留神啊 那个时候女孩子 穿的衣服也宽松 我蹭一下 真的 让人家少生了里边 但不是我故意的 但是你知道 有一点故意 有可能 但是我把手拔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亵渎了我的女神啊 我就拿这个拳头 打这个树啊 我把我这个手都打出血 我觉得我犯了罪 我觉得太亏了吧 摸一下都没摸过 真的就是 我现在想想 那有什么好的 那怀旧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啊 有时候是追寻 以前快乐的地方 有时候是遗憾 像我怀旧 有时候心情不一样 整个眼光焦点也不一样 有时候是遗憾 假如遗憾以前 活过了生命啊 有些事 有些片刻 我是希望可以回去 不要做某件事 不要说某句话伤害 比方说伤害父母亲的感觉 不要做某个不好的行为 伤害我老婆的感觉 然后比方说 想回去某些时候 表现好一点 不然我一直觉得 对不起 我生命中第一个女人 表现不好 让她 我还记得结束之后 她眼睛失望的眼神 我就深深内疚 你这样吗 她说好像就这样 你能记住 你能记住她失望的眼神 就表明你内疚 就是内疚啊 如果你记不住了 你就没有内疚 我就是内疚啊 很想 今天的本领回去 告诉你 我是行的 就好苦啊 你知道 我现在想起来 那个时候就好苦 文涛 我觉得我跟你不一样的是 我觉得当我回忆起 这些就是那种 门门隆隆的感情的时候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那个拍婆子的那种 那种 虽然没有被拍 但是我觉得是同学之间的 有一种那种少男少女的 那种门门隆隆的感觉 其实真的手也没摸过 甚至于那种男女生